然后QQ区好像比微信区要厉害一倍 好像是这样说的 因为微信区基本上玩的人年龄都比较大了 但是QQ区很多小年轻还有小朋友 他们玩的是最好的 QQ区玩的是最好的 你知道吗 178真的假的 不可能啊 我好像看你线挺高的 你怎么越涨越海了 说说水了呀 不可能 对我要解释一下 然后昨天我不是玩了王者荣耀 荣耀52颗星吗 那个是在QQ区 那个是小伙伴扫的QQ区登陆的 它就相当于微信区的100多颗星了 相当于微信区的100多颗星了 所以我就感觉怎么实力差距那么大 并且我们这边 我一个人就是一点贡献力没有 然后我们这边4V5还赢了 我就在想 所以QQ区真的太厉害了 我下次还是微信区吧 我王者确实厉害 我王者真的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你玩王者吗 而且我发现我之前本来不玩王者的 然后我最近就在玩王者 我玩上瘾了 我天天想玩 我来我时不时空前下来 我说来一局吧 来一局排个位 我那不是纯娱乐 我那个是真的很竞技的比赛的 不然那会把我气哭吗 为什么是连连看呢 怎么会是连连看 我没get到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在讽刺我 我没有黑微信区 我自己就是微信区的 我怎么会黑微信区 我只是说微信区 怎么说来的人都比较成熟 玩游戏的时间比较少 然后也就是说 有其他自己的生活 有其他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 你知道吗 他不会全身心的投入在游戏里面 我也是微信区 而且就是QQ区经常扫码 他那个容易扫不上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码隔几秒就变一下 然后你们扫了QQ区 他还要点确认登录的时候 他还要倒数5秒钟 所以他那个码又一直在变 就很容易登不上 所以我们下次还是微信区吧 鼻孔这么一个大一个小 我眼睛也是一个大一个小 我嘴边还一边歪 一边高音 一边高一边低的 那每个人的五官肯定不会那么对称 越秒越黑了 算了我话不多说 我话不多说 下次逢铁难见 下次再给你们表演我的实力 我不说那么多了 我上次 我昨天真的没有见证到我的实力 我很憋屈 没办法 我很全能的 游戏玩得好 歌唱得好 溯源还这么丑 谁谁哪能遇到第二个是不是 虽然这么丑还这么勇的 怎么可能有第二个主播呢 是不是 我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87 多边型主播知道吧 天哪我把这一碗凉糕吃完了 不知不觉 跟你们说话 你看 我本来一点胃口没有的 跟你们聊天完有胃口了 跟你们聊天让我的胃口大开 因为我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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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了 真的 哪里变了 不会是土味情话吧 真的 我刚刚起来 你知道了 我刚刚起来一点食欲没有 但跟你们说话 我们会很开心 你看 就是一个这个马屁 拍的啪啪响 谢谢惠子的 真的爱你 你们觉得真实就好吧 我刚想说什么来着 因为我刚刚说嘛 胃是一个情绪器官 我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什么的 那就是因为自己很伤心 很不开心 所以就不想吃东西 但是你看 我像刚刚吃了 一直在吃东西 跟你们说话 我就可以一直吃东西 证明跟你们开播聊天 我好开心 所以我的胃也感受到了 它能够胃口大开 可以吃好的东西 那下次我没食欲的时候 我就开着直播 跟你们聊天 我就可以吃多一点了 好吧 因为医生也让我 就是长胖一点 我可以进入养老状态了 我现在就挺养老的 我现在就是在养老 跟你们聊聊天 吃吃饭 这不就挺养老的吗 是不是 那怎么才叫养老 我只想问一下你们 怎么才叫养老呢 我觉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应该就是教育 就是在养老吧 对吧 我现在就是在做呀 我觉得挺好的 就没有那么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生病以后自信好多 哎呀是 不是自信吗 我喜欢唱歌 你就不一样了 你喜欢什么 你不会是说 我喜欢听你唱歌吧 你喜欢题目好的 我知道 我收到了 我下次去告诉他一下 我下次去告诉他 号尔真都 没有多少号 就三个 嗯 嗯 嗯